大家好,我是沖笙,歡迎收看沖出來右 去澳門玩除了嘴香園嘴香園,買手信買手信之外 葡萄牙菜都可以說是必食之選 我相信你應該吃過不少遊客區的葡餐 就是下單後5分鐘就上點,6分鐘就拿到你桌面那種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間我覺得是比較用心的葡萄牙菜餐廳 它不是那種旅遊區的葡餐,還有少少fine dining的感覺 就在花道葡萄牙餐廳位於澳門半島民生區的黃都酒店 好記性的網友應該記得很久之前我頻道介紹過 老實說,對比幾年前是差了,但總括來說都尚算可以 餐前麵包不夠熱,餐前小食可以的 馬介優球我個人覺得是必食的,馬介優含量充足 外面很多餐廳這道菜是薯仔多過馬介優 八爪魚沙律不過不失,有少少草調味多開胃 薯蓉青菜湯好飲,還會有三片葡式臘腸綁住 豬臘骨還好,有點乾身 葡式海鮮飯,海鮮也挺多的,味道很不錯,推薦 甜品方面我們點了一個南瓜的心太軟 賣上一流,不是很甜,可以的 總體來說這間餐廳我是推介的 提醒大家如果想去的話記得要訂位 你們有沒有其他葡萄牙餐廳或菜式推介呢? 歡迎留言分享一下 記得訂閱我,關注更多吃喝玩樂的資訊 我們下次再見,拜拜!